一口咬下 清脆又多汁 蜜枣广受消费者青睐 去年历经三个台风摧残的高树蜜枣 产量大减 过年前价格居高不下 让消费者买得很心痛 年后蜜枣产期渐渐步入尾声 最近价格滑落 高树香能会总干事谢朝景 呼吁喜欢吃枣子的民众 可以多多选购 品尝蜜枣的好滋味 过人后需求就趋缓 所以价格你看 从年前最高的七八百 几斤降到四五百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多多来订购 其实现在价格其实趋缓 应该说算稳定 因为年前大家要拜拜 所以大家都会去抢购 但是年后大概要到元宵节以后 价格才会再上去 因为大家要消化过年这段期间的水果 所以这段过年到元宵这段期间 价格会比较平稳 像这一颗的熟度 色泽就很漂亮 就很好吃 高树农民科福明 栽种多种蜜枣品种 他指出年后枣子 以蒸蜜及金桃蜜枣为主 这两年消费者偏好 蒸蜜清脆多汁的口感 也越来越多农民栽种此品种 这个是蒸蜜 这个是金桃蜜枣 它蒸蜜的话水分很多 然后又甜度又高 那金桃呢 它外观漂亮 但是它没有什么水分 所以大部分的人 都不喜欢吃金桃蜜枣 科福明表示 蒸蜜咬下去的口感 有如爆浆般在口中化开 多汁是其特色 今年因为冬季雨水少 所以枣子甜度高 品质佳 产期约至三月初 近日价格趋缓 喜欢吃枣子的消费者 可以要把握品尝好时机 评论新闻张如云刘建荣 采访报道